传闻墨河自古便是一条胸河 南宝水中没有妖怪 你去替湖找找 墨河深处 荡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 立刻召集国中树神 前往墨河 圣国国运机会 景国也没什么不好 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墨河 对战俘留民都很优待呢 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 具体驻扎在哪里 就劳烦你们照顾好他 姑娘放心 会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从今往后 你就叫月牙了 若你来日想学法术 就拿着这封信 去长泽山 衡阳宗 我记住了 开始吧 犯法焚天 汇圆化虚 站 没想到吧 又被我给撞了 抓住他 二叔姐 你没事吧 二叔姐 小鲜 小鲜 谁在上面 是我 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 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 你尝一个吧 可甜了 手臂抬高一些 可以省些力气 我的天哪 这还是我认识的名言吗 看见了吗 看见 不许看我 好 出皇神君怎么也学起记责来了 当久小勇 此次暴然前来拜访 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我送你四个字 可好 谨记初心 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 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 只要你想 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 所以 那傍经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是吗 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 是我为了你 挖出了那颗上谷冰镜 明夜战神 助你去除灼气 不过是怕他人直指戳戳 可是 你能污浊妖气 于他而言 对内灯损伤有甚 等你日后妖气愈结之时 来找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